字幕 李宗盛 究竟福建渡河大社有沒有福呢? 你可在千本鳥居這麼多人的地方都可以拍到福建 記得留意這次影片 說不去那些廟的景點車一兩個都要去一去 我們今天會去福建渡河大社 去福建渡河大社我們可以乘搭京阪電車 來到福建渡河站下車就可以去到 這個站其實都為了福建渡河大社而裝修得比較特別 這些橙色柱就是用來對應的 其實都有很多地區的人穿和服來看 這裡也有一個鐵道口 如果是鐵路迷的話也可以來這裡看看 到時會有一些電車會經過的時候也可以拍攝 我們現在就向這個方向就是向福建渡河大社走 我們去到的時候再看看有沒有特別的東西拍給大家看 我們去看看 我們已經來到福建渡河大社的入口 其實來那個車站都很近 大概是三分鐘路程 來到這裡 其實這裡兩邊都有一些好像商店街那樣的物體 有些紀念品 有些特色的產品 食品 賣的 都可以去看一下大家 好啦 現在正式進來這個福建渡河大社了 其實它是由很多個建築去組成的 那這裡就是 其實這裡才是正門 剛剛那裡應該是一個側門 對啦 這樣你也可以看到 一些日本人就會在這裡 穿了和服 這樣來 不錯啦 剛才那裡是正門 這裡才是正門 這裡才是正門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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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幸福 嘛 些人 verse 說 可以 那你可以買一些取緣的鳥居 然後你可以寫了一些祝福時居 然後待會到鳥居那裡你可以掛上去 或者你回家就可以 來到這個鳥居實在太多人了 嘩你都見到這麼多人了 怎麼拍照啊? 讓我教你用手機戴法吧 那些人在散了 快點自己遮住他們這樣就拍到吧 找一些暗角位根本沒有人走過 你怎麼拍都可以 走快兩步做對頭 前面都沒有人了 你喜歡怎麼拍都可以 最後如果你懂得把握角度 普通手機都拍得比專業相機的 希望你都拍得到一張漂亮的照片 沿著鳥居繼續走到這個分岔位 就會去到神堡神社的一條山路 其實這個福建道河神社是很大的 而如果真的要走完的話 我想要約4個小時 我今天不走完 因為其實走上去那些神社 都是差不多一樣的 這裏最大的特色就是 有很多地方給你打卡 其實就是鳥居的部分 你都見到我都打了很多卡 但是有很多人的 一般來說 你要等人走開了 你才說可以拍到 其實都需要花一點點點 如果你走完 那你都知道 有一個咖啡 就有很出名的 一些京都抹茶系列的東西 可以吃的 有些雪糕啊 甜品啊 那這裏都不失為一個 挺好的景點來的 多謝你的支持啊 記得CLSSubscribe之餘 還可以按Suprfans支持我 多謝你 拜拜